最新消息来看一下 指挥中心宣布了口罩禁令松绑了 即日起放宽了骑机车脚踏车 以及户外从事工作者 你在空旷的地方可以免于戴口罩 但是现在网络上热烈在讨论的是这一题 就是王必胜说散步也算是一种运动 所以散步也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王必胜又说提醒大家 民众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全程佩戴口罩 但是这个散步网友在讨论说 是什么定义呢 很多网友说 那我出门走去Seven买东西 我也算散步啊 我走在路上我都是在散步啊 那我干嘛戴口罩呢 有没有PTT上现在热烈在讨论 还有网友问说 那我时速多少才算是在散步呢 好现在散步的定义也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那我牵着女儿走路去上课 这样算散步吗 要戴口罩吗 对所以现在散步的定义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了 另外来看到了是这个最新了 他再强调一次 就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来到台湾 刚刚下午的时候 他又再一次说到 他强调台湾应该要大幅增加一些国防预算 面对中国大陆的威胁 他说台湾在军事战略 应该要采购跟研发一些刺针飞弹 还有一些海马斯的防空系统 就这么刚好 他推荐的这些武器都是现在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 另外 艾斯培他还说到了 他说台湾男女都应该要当兵 而且他认为这个兵役应该要延长到一年 总统府刚刚最新有回应 总统府不敢讲话 总统府说对于他的建议没有评论 这是刚刚总统府的最新回应 另外跟大家都有关系的 明天鸡蛋产地价要飙涨了 好我刚刚还查了一下 产地价从这个42块前涨 40块涨到了42块 然后收购价 不对不对 批发价从50涨到52块 这是历史新高 每台金要调涨2块钱 那么蛋商工业说 现在主要是因为台湾缺带 每天至少缺100万颗 哇这句话让这农委会立刻跳出来说 没有农委会说没有缺带 绝对没有缺带 那为什么会涨价呢 农委会说只是因为现在国内疫情趋缓 出油人潮增加 大家消费需求增加 所以呢 蛋价才会调涨 好农委会是一再强调 没有缺带 这是农委会的说法也提供给您 如果你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 海皇XO干贝账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 记得快点够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